2013年的西安,在青年古都里,人们照常呼吸,照常生活,照常工作,可以这样说,这是一座生活在历史的城市,在里面呢,要找到21世纪的新元素也不难,像是乐活风呢,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不管是在古城墙上骑自行车,或者你走一趟秦陵北路,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一边尝尝农家菜,都是目前最流行的新鲜体验。 车水马龙间,古城墙昂然矗立,西安,到了。 古仆厚重的青砖,斑白沉淀的历史痕迹,穿梭在华夏文明时空交汇处,是感动,也是感慨。 现存城墙建于明侯五年间,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,是大陆现存规模最大,最完整的古代成员建筑,每年两百八十万游客登高眺望,遥想古今。 想要感受西安千年古都的历史积淀,除了用眼睛看,你现在只要花上四十块人民币,也可以用肢体来体验。 高吗? 这是不是有点高? 高低很强。 总长十三点七四公里的城墙,步行起来或许累人,不如迎风骑车来得惬意自在。 很凉爽,今天天气很合适,七四公里的城墙,特别棒。 我觉得站在古文物上面可以骑车,感觉特别的神奇的一件事情。 从04年起,西安开放城墙单车骑行,一年至少能租出五千万台币以上的商机。 换个方式乐活一下,燕兰成了当地旅游新时尚。 在城墙上面如果有可以骑一个自行车的话,可以进览西安市中心的这样一个风貌。 如果骑得快的话大概是一个多钟,如果慢一点的话就是两个钟,三个钟也可以。 湖光灵灵,树影摇摇,这里是汉城湖,也是骑丹车的好所在。 前山是古草运河道,前百年来承载着这座城市去红排屋的重责大任,却一度成了西安最大的卫生间。 污水横流呀,环境很差的地方,最大的难处就是清淤。 清淤当时我们这汉城湖清淤,挖泥的最大深度要达到七米。 七年前,西安政府着手改造诊治,投入11.5亿人民币,结乌清淤,饮水绿化,依托汉代长安城遗址,重塑古运本色。 汉代这个城墙的是土,经过了蒸熟之后的俗称熟土,然后才夯成砖的模子,最后才堆积起来。 从本质上来说,它就是比较耐用。 在城镇化的号角下,大可将这护城河填平开发,西安却选择不一样的路,借鉴韩国清西川,让河道重生,摇升成为集文化传承,休闲旅游与一体的清水空间。 城市里待久了,不妨走远些,距离西安市区一小时车程,就能来到秦陵北路,其中碎华山景独树一致,断崖残壁,骑时异动,相应城区。 碎华山山峰面积达5.2平方公里,相当于20个大安森林公园,包含燕色湖在内,地貌种类齐全,有中国地质公园的美称。 旅游现在不光是单一的一种观光旅游,现在已经逐渐过渡到一种棋验室旅游。 发是农家乐嘛,比较架口,比较绿色。 加热的时候你要来这周围,基本上没收尾了。 用餐时间一到,整个村顿时热闹起来,提起秦陵脚下的上王村,已经和农家乐画上等号。 大火快炒,当令爽脆的蒜苔,点缀些许豆干丝,碎肉末,最简单不过的家常菜,却是都市人,浑淫梦迁的好滋味。 礼拜天以前都二三百人,平时都一百左右,忙就快了,都晚上十块钱,心里都是钱十四的。 杜大姐十年前在村口经营杂货店,一个月收入顶多一千块人民币,眼见其林游客逐年增加。 转行做餐饮,如今赚个两三万,不成问题。 为了避免恶性竞争,全村的农家乐只有一份相同的菜单,简单明了,连价格也由村里协会统一定价。 每人每餐二十五元人民币,生意好与坏,各凭手艺。 不能拉客,不能载客,这下就是大家肚子还配合得很默契。 上王村一百六十三户,九成都做农家乐,年节单量超过一百万人次,搭上这般乐活列车,集体发家致富。 这或许正是西安旅游的新出发点。